明述记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立位记》的第一章 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开始念 预备开始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 会墓中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 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 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赎典 每支派中必有一人 做本支派的组长帮助你们 他们的名字是属流变的有 有士丢耳的儿子以利数 属西勉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 士路灭 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 属以撒加的有苏鸭的儿子 拿蛋液 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约瑟子孙属以法连的 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属马拿西的有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 属变亚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属蛋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 属亚瑟的有额兰的儿子帕杰 属加德的有丢耳的儿子以利亚萨 属拿弗塔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这都是从会中选招的 各作本支派的首领 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 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 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事 宗族人民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仆 耶和华怎样分布摩西 他就怎样在西奈的旷野属典他们 从二十节到四十三节 那也就是在讲到摩西在属典 他的各支派有多少人 就是按着刚刚所讲的家事宗族人民 那十二个支派走过去 那所以二十到四十六节 四十三节就是在讲述这一块 因为经节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的细念 但我们跳到四十四节来念 四十四节预备开始 这些就是被属典的 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十二个首领 所属典的 这十二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 这样凡以色列中被属的 造者宗族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被属的 总共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名 另外人却没有按着支派属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唯独立位之派 你不可数点 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 只要派立位人管法贵的账目 和其中的器具 并属乎账目的 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 并要办理账目的事 在账目的四围安营 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 立位人要拆卸 将支搭的时候 立位人要竖起 进前来的人必被致死 以色列人支搭帐篷 要造他们的军队 各归本营 各归本独 但立位人要在法贵账目的四围安营 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 立位人并要谨守法贵的账目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们就照样行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大致的读完民宿记的第一章 那民宿记 感谢神 我们每日读经 那今天进入到了民宿记的第一章 那民宿记呢 他就是在讲这个选民 奔跑天国路的这个路程 那所以因为这群选民被神拣选 可是呢还没有到迦南地 很多已经被选出来的人在走这个旷野路 后来因为不信 那就倒闭了 就没有进到迦南美地 那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 也是这样 被神寻召 可是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这个旷野路 读民宿记 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的省思 帮助我们在这一条旷野路呢 奔跑天国的路上面 有一些警戒 那立位记呢 从1到10章的10节 你可以说几个点 我们大致的要记一下 1到10章的10节 是谈论到他们在西乃旷野的事情 那10章的11节开始到14章结束 是从西乃山 那一直走到加低斯 好那 在15到20节 怎么说从加低斯到加低斯 因为他们就在当中一直绕 绕旷野 绕了 这当中差不多 总共40年嘛 但是他里面大约38年 那因为他们不信 神就告诉他们 一日离一年 那就在里面绕 那到了21章到36章 再讲 那加低斯要到摩押平原 也就是准备要进这个 迦南地前 他们的约旦河旁边这个地方 那是最后的那个旅程 那所以如果以地点来分 我们可以分成这四个大段 那我们有这个架构 我们每一章走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大概想到 现在是走到哪里 好像这些选民在走旷野路一样 那这个要读这个民宿记 有新约圣经 有解释 这一个类似的状况 也就是在讲述选民的这个过程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10章 哥林多前书 第10章 第1节 哥林多前书 10章 1节 1节说 弟兄们 我不愿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在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些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他们 格鲁尼多前书这个时候 讲到旧约发生的 尤其很大多都在民宿记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百姓在走旷野路的时候 没有办法进到迦南 他们都从海里云里受洗归了摩西 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强调 他们出埃及过红海 过红海圣经解释这叫做受洗 所以今天要受洗摩西欲表着基督 那表示要受洗归入基督 才叫做神的选民 那神的选民有资格来走这条旷野路 可是不是成为神的选民 就一帆风顺一了百了 这边是告诉我们 人在走那个旷野路 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让人走不下去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学习民宿记 所以我们看回来民宿记的第一章 民宿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这个一到五节呢 他就有在谈到 这个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他有说当这些选民数完之后 总共是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名 那如果对照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六节 那边也是讲到二十岁以外所属的 总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一模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是神恩待他们 本来他们的祖先 七十人 或七十五人 下埃及的 那神也应许 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就是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住在埃及地 那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我会让你的选民 你的后裔 将来 就是增加 像海 像沙子 天上的星这么的多 那所以从七十人到 六十万是男丁 并且是二十岁以上 所以如果加上一些妇女 小孩差不多也有两百万人 那从七十人到两百万人 我们看到真的 神应许不会落空 我们拜的这个神就是 信实的神 也就是他不会说谎话 不会说他就让你 好 结果没有 不会 这就是信实的神 那所以 总数是这样 第一 这个民宿记呢 总共数了两次了 一次在第一章 第二次在二十六章 但是呢 二十六章 再数了一次 发现 少了一千八百二十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坚持 那甚至最后能够进迦南的 只有 加勒汉约书亚 两个人 二十岁以上 所以这都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 在信仰上 来作为见解 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 谈到了神 数点的 数点百姓的方法 第一个 第二节说到要按着家世 宗主的人民的数目 所以 是一个一个 在点名 每一个都数到 那第二个 他谈到是二十 第三节说到是二十岁以上出去能打仗的男丁 来数了 所以二十岁以上 要出去打仗 这个是义务 畏缩不前 视为大罪 这个在生命记有谈到 那也告诉他们 走这条旷野路 必会遇到敌人 要不然为什么要呼召这些军队出来 那 这告诉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也是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征战 值得我们每一天 都要很警醒的来预备 那 这个 在出埃及记 有谈到这个赎罪营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 十一节 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节 十一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 你数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数价奉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凡过去数那些被数的人 每人要按圣索的平 拿银子伴瑟克勒 这伴瑟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以瑟克勒是二十记拉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赎 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出伴瑟克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 作为会幕的使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在这里谈到二十岁以上 他们赎出来 还要拿银子伴瑟克勒 表示这个是跟这个民宿记相通的 是都在数 把这个军队数出来之后 那这些钱呢 数出来的钱 是要拿来当他们这个会幕 也就是敬拜神的地方 来使用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跟我们昨天谈到 将自己分别为胜的 那个数出来不一样 这个是二十岁以上 选出来的军队 所以 这边看到当时他们还要怎么数呢 我们看回来 民宿记第一章 十八节 他有谈到说 都 述说着自己的家谱 也就是这二十岁以上的人数出来 六十万人 都要在这个 这个他们的面前 来述说自己的家谱 表示他们要知道 这个信仰的来龙去脉 我爸爸是谁 我妈妈是谁 信仰怎么过来的 那 后来呢 神说到了四十六节 四十四节以下 我们有谈到 这个四十九节 他说立位之派 不用数 那 因为他要特别的来拣选 出来 来做这个会幕的服饰 那 会幕 我们从出埃及记 立位记 我们有看到 神是拣选祭司 也就是亚伦的儿子 当作祭司 那 特别的在圣所里面做服饰 可是 他们 要移动 这个会幕要移动的时候 云彩要走了 那会幕就要移动 那移动的时候 这些器具 会幕的这些东西 要怎么收拾 神特别拣选立位人 所以民宿记当中 有一个重点就是立位人 和祭司之间的关系 这个值得我们之后来查考 好 那所以 我们从这个二十节 第一章的二十节以下 就看到 这个在数 数每一个支派 有多少的人 出来从军 那 数到后面 所以总共有十二个支派 那如果再加立位人 其实是十三个 那立位人不算在这里面 所以是十二个支派 那刚好 要完成神的功 好 那我们第一章 我们大致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重点 那从这个第一章当中 我们也来思想一下 数点的意义 和教训 为什么天上的神 要摩西来数点百姓呢 如果这个是从神的命令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想 这是神的用意 神为什么这么做 那如果是人 自己出于私心 想要自己数 这个是惹神的愤怒 所以有一次大卫 圣经也记载有一个人 叫做大卫 那大卫 他就自己很想要 数自己的军队 人民有多少 那他的元帅都已经阻挡他 不要啦 这是神不喜悦 他偏要数 那神真的愤怒 降灾在他的百姓当中 所以这个数 要出于神 神要摩西去数 摩西才去数 那为什么要数呢 我们有提到 这个民宿记 他是在讲奔跑天国路的过程 那所以一开始就数人 表示要确定这个人数 那我们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向 为什么要数 第一个 要百姓清楚 信仰的根源 我们刚刚在第一章 民宿记第一章十八节 有看到说 这些人呢 都要述说自己的家谱 他们要很肯定 他们这个信仰的来龙去脉 我的爸爸 因为我这个信仰 可能我是第二代 我可能甚至是第一代 那我的爸爸 我的阿公阿嬷 怎么从这个埃及地出来 那甚至再往前追 追到创世纪 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们一定要成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才叫做神的选民 当时世界上的人很多 可是只有 亚伯拉罕这一家的人 这一系 这个代代相传 只有这一系列的人 才是神的选民 那他们以受割离 为选民的证据 受割离也就是 男生要割羊皮 割包皮 那有这个才叫做 选民的证据 那他们要成为这个选民 那所以他们要很确认 我今天是不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们可以一直追 一直追追追追追到往前 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的家谱是怎么样 所以 第一个 他们要很清楚 这个信仰的根源 那所以今天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确认 我们自己信仰的根源 那今天 他说要成为 亚伯拉罕的子孙 才是神的选民 那今天我们 不是 血缘上不是亚伯拉罕 不是犹太人 那要怎么样成为 属灵的 亚伯拉罕后裔呢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的 并不分犹太人 悉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的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阿们 这里同样的 看到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今天 可能现在在线上 我们一起聚会的同龄 我们的亲朋好友 可能都不是 搞不好也有 这个犹太人 可是 如果血缘上没有关系 今天 他说 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不分社会阶级 男女 都成为一 在基督耶稣里 那怎么样成为一 要受洗归入基督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件事情 他们要受洗才能够成为属灵的 亚伯拉罕后裔 那 表示 这件事情 我们要很清楚 那我们的信仰的来源 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知道 小弟 小弟 小弟的阿嬷 常常 到了晚年 要过世之前 那 常常都会 不断的在讲 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 他是第一代 我是第三代 那 现在有第四代 继续传下去 那这个信仰为什么 我阿嬷每次都会讲 要守住这个信仰 要多祷告 多读经 那 这种代代相传 因为他会见证 怎么样 神带领他 来信主 这个信仰很宝贵 所以 我们 也是彼此勉励 可能我们现在 线上有一些亲朋好友 亲朋好友 那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 接受了这个赦罪的洗礼 那 我们就是被属 就是被属 在这个神的军队里面 我们就是这个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 那我们就是第一代 那我们如果清楚 我们信仰的根源 那你可以跟别人见证 我是某一天 在网路上看到 真耶稣教会的这个 讲道 或者是文章也好 神在我心中动工 那 我感受到生命被改变 像这些我们要很清楚 为什么我要信这份信仰 那我们的主内同龄更是这样 我们思想我们 我们这一家族的第一代 怎么信的 追溯那个信仰的根源 难道不是因为很多人 体验到这边有圣灵的见证 本来在外面找不到 可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祷告得圣灵的 哇 说出方言 说出灵言 找寻神 那很确定这里有神 本来第一代可能是这么的坚信 所以我们要回去思想 我今天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 而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信 我就会跟着信 是要很清楚 那倘若 我们是可能比较软弱的同龄 我们也要思考 我们第一代这么的坚强 为什么我们现在 可能稍微的软弱了 我们应当要实时的去了解 我们信仰的根源 所以神教这些二十岁以上的男丁 要述说自己的家谱 要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信仰 本来这个神是我阿公阿妈的神 我爸爸妈妈的神 今天现在轮到我的神 我要继续的传承下去 这个就是要明白 所以鼠点有这个意义 要能够清楚 第二点 鼠点的意义 告诉我们 从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 要在主里分工合作 因为我们看到 他们鼠点 有分各支派 好像一个部落 有一个组长 组长在去鼠点里面的人 甚至还有立位人 特别被分出来 那这个都是出于神 神说要这样子分出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在主里面分工合作的概念 和世界上的概念 有点不太一样 世界上告诉我们 人要努力 要能够往上爬 就是要把别人往下踩 为了利益 那像是管理 也会说到 用最少的资源 然后来赚取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管理 可是 这个到后面 如果每个人都是抱持着这种心 那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 就会互相争锋吃醋 嫉妒的心 那除非这个每一个人 都有那个顺服神安排的心 才能够知道 我今天的定位在哪里 不争名不夸功 所以我们说 像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圣灵会释下恩赐给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四节就有说到 圣灵就是一位 那分散运行在众人心中 那都要叫人得益处 那之后就会记载 这个人蒙这位圣灵 释下什么样的恩赐 这个人也是蒙这个圣灵 释下什么恩赐 那这个保罗他在讲 是一个教会的合一 那所以每个人都是来自 同一个圣灵的恩赐所赐的 那怎么会打架 不会打架 针锋吃醋 为什么那个人恩赐比较大 为什么我做这个工 这个是同一位圣灵所赐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去思考 这个圣灵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 所以要除去心中的那个忌妒 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合一 要不然这个选民走在旷野 为什么是他当那个组长 为什么立位人这么好 可以被拣选出来 这个是神的神国里的分工 跟世界上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来看菲利比书的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二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二节 第二节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意念 那叫做同心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主见 这个是难免 可是要怎么样去同基督耶稣的心 所以他告诉我们 不要结党 属灵的团体当中不要分你我 那个小圈圈怎么样 解党 那不要贪图虚伏的荣耀 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是跟世界上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人会想要往上做高位 那要夺权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是越在上位的 越要谦卑的来服事人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那一旦失去了那个 想要贪图那种虚伏的荣耀 那心态就会变直 神国里面就没有办法分工合作 就会开始产生嫉妒 纷争 那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善用每一个人的恩赐 要欣赏 这个人他很有当主长的恩赐 这个人他有搬运会幕的恩赐 等等 所以我们线上所有的统领 亲朋好友 神国的道理不一样 但是一旦只有我们人心有一些软弱 有一种想要夺权的心 想要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 有一种想要骄傲 那这个我们要求神联名 帮助我们 因为真正在属灵的国度里面 是分工合作 这个是和世界上的概念不一样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第三点 属灵当中有一个意义 告诉我们 神清楚他美之羊 为什么要属灵 他还按着家世宗族 这个人数 这样子点 宗族家是人名 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载下来 点点点点点 点到这个人 他是神军队里面的人 他是神的选民 所以也知道 每个人都数到 表示就是记名 所以主耶稣 他也说过 他在讲 他和属他的人的关系 好像牧人与羊 那他说他是好牧人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晓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这里讲到主耶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 叫做牧人与羊 那他说 他在强调他和盗贼 强到强到不同的地方 强到从别处 但是他会从门进去 那主耶稣就是这个羊的门 只有一个门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今天要得救 最后能够信天国 那就是要信耶稣 只有一条路 你说我也有行善 我人生也有一些丰富的经历 可是那个不是门 只有主耶稣是门 那这个他说他会按他的 按名叫自己的羊 表示主耶稣他认得每一只羊的名字 天上的神 我们是谁 我们可以想想看 跪为天上的神 可是主耶稣他会叫我们的名 按你的名领他出来 那所以神也对这个摩西说了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羊的名 他是好牧人 那羊的回应是要怎么样 他说要听主的声音 羊会认得主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甚至我们亲朋好友 我们是不是有听到主耶稣的声音 每天晚上七点半 一直在 这个如果有订阅 你会看到就跑出来 提醒我们要来听主的声音 那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们其实都一样 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神 因为圣经说我们都是同一位神所造 那可是我们可能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以前不曾听到主 牧人的声音 主人的声音 我们好像这个羊走迷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可是我们现在既然在线上聚会 那甚至我们也很渴慕 神的话语 那表示我们正在听主的声音 我们应当要赶快的回到羊圈 甚至你会知道 从圣经当中 要怎么样得知我们所听到的真理 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圣灵的见证 圣灵的同在 得到圣灵怎么判断 听见他们说方言 舌头跳动 那这个就是证据 这就是主的声音 我们亲朋好友 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回到主的羊圈里面来 因为主也知道你的名字 那要回来 回到这个羊圈 那更是我们在线上软弱的人 主耶稣说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 表示他极其看顾 呵护着他的羊群 那我们 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 我们在信仰上 曾经走迷了路 那也遭受到了许多的苦难 因为主耶稣说 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 那我们一旦离开这只羊 就像外面想要到处去得草吃 可是只有在主的这一个羊圈里面 在神的真教会里面 才有属灵的粮食 因为这个是主的声音 外面有盗贼 所以感谢神 小弟自从这个三集以来 一直听到有许许多多 我们曾经迷失的人 现在都很愿意的在网路上 和我们一起来聚会 好像好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主耶稣把我们算过了 我们是曾经被主耶稣算在这个 神的军队的人 因为我们接受了保血的洗礼 应当回到主的羊圈来 我们主内的同龄更是要保守 主耶稣算过我们人 他清楚我们人的名字 记在生命册上 那我们还说外面比较好 离开主 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 十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已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看到十五节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阿们 这里讲到最后的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 死亡之后每一个人 不管以前宗教信仰如何 都要面临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说 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的人 就被丢到火湖里 所以这个其实是 对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明明在世界上 我们也曾经知道 被神鼠点 记录在生命册上名字的重要 可是我们觉得 有时候忽略了 我们应当实时的保守自己 不让神在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 把我们涂抹掉 那我们要努力的 回到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 因为神也亲自的鼠点 他每一个人名字都记下来 所以我们盼望 我们献上所有的同龄 所有的亲朋好友 赶紧来接受主耶稣保血的洗礼 记在生命册上 不要离开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信仰的根源 在主里面 是一种分工合作 圣灵运行 使每个人谦卑 那也要知道 主耶稣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当我们在审判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是记载在生命册上 因为主亲自赎点他的百姓 一起来唱赞美诗 谢谢大家